2月14日周三,凌晨4.50 进到零下,进到零度 进到目标是可以有氧加上4公里马配 再加上6公里有氧,这么跑 加油,加油 差快,20k 结束 往下慢跑一公里 跑了一小时三四分钟 平均配速444,平均迅速135 最快一公里351 最大行李170 不平195,不伏108 上升了65,下降了70 10公里有氧,大概455 紧接就干了4公里马配 355,355左右 355,357 紧接又来了6公里有氧 455,这么跑的,20k 有氧效果3.0,无氧效果1.9 那4公里努力去跑了 哎 疲惫 右小腿酸,无力 右小腿后侧,三腿 不知是什么毛病 疲劳呗 叫什么 过渡训练 火量太大了 上周干了135公里 上周干了135公里 行 执着是我的优点是我的缺点 就干了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练肺 看能不能 达成 春季赛季能不能达成我的目标 疲惫感 干出这个 跑前的这个 艳跑情绪 这两天 昨天到今天 跑前的艳跑情绪很重啊 每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两天都有艳跑情绪了 首先就是这个 对这个右小腿酸 无力 有点焦虑 能不能是越来越严重 是吧 再就是新年 哎 新年这个 喜庆祥和的氛围 打鸡血这种状态 打折了 有点 都在睡觉啊 这个 节日氛围太浓 新年 这个 激情也有点打折 但是 练完 跑完之后 这种 满足感还是很享受的 这种畅快感啊 这种厌口 我能克服 我克服的方法就是 想想想自己的 目标 想想自己立下的 Fly 想想 自己吹过的牛逼 得负责任的 要 要为自己吹过的牛逼 奋斗 奋斗啊 四分配速干全程 喊喊就能喊过来啊 是吧 哎 等天 干 所以 燕保情绪可以 这么去克服 像昨天看了一个 管游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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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宝俱乐部录那个视频 他的 他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垃圾跑了 就是看你的目标 跑的每一步都算数 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 就是 慢跑为主 穿插的那个 强度 周三强度 再就是 周日的长距离这个地筋跑 穿插的这个 练 怎么会有垃圾跑量 不会 再去看那个评论器的评论 有一个评论非常的 非常的好 跑步和跑马是两码事 跑步去追求的健康健康就行了 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不跑 跑马 跑马 可能有比心中的目标 首先是你是 想玩赛也好 想跑进4小时也好 想跑进330也好 想跑进250是吧 为了目标 为了目标而去 做这个 有效的这个训练 在这个训练 在这个训练 在这个训练这个公里数啊 时间上 达到 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效率 这是跑马和跑 跑步的区别 所以选择了跑马 这个爱好 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小目标 玩嘛 只有这么玩才有意思 所以客服愿跑 冲冲冲 加油加油 加油